各位小一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看看为什么这种句式 你是丁一文吗? 你真是丁一文? 你是丁一文? 不是,你是陈龙马 你不是丁一文吗? 今天是谁当值? 是丁一文 小朋友,判断了这些问句是真的吗? 知道有什么含义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A真是问句,他不知道你是谁 而B都真是问句,但含有怀疑的意思 C虽然是问句形式,但表示知道你是陈龙马 而D虽然都是问句的形式,但表示知道你是丁一文 这是借法问来作肯定的 E虽然是问句的形式,但也不是真的要问 哪个当值,因为他在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 这种自问自答的形式叫做切问 陈龙马又来WhatsApp 为什么妈妈笑着说我是傻孩子? 他是不是真的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傻孩子? 一会儿再来回答陈龙马 现在先看看这句 为什么要吃这种药? 提出问题的人是想知道吃这种药的原因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常用来提出问题的用语? 但看一下这句 为什么上天偏偏选中我? 这句是问句吗? 不是,提问题的人 其实不是真的认为上天 选中我是有原因的 他只是抱怨,偏偏选中我 再来看一下这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离开? 这句是问句吗? 都不是 蝶用为什么是为了表达强烈的感情 可能是抱怨对方不肯留下 也可能是因为对方离开而感到愤怒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回陈龙马的WhatsApp 他真的认为在妈妈心目中是傻孩子吗? 当然不是啦 为什么他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他是要告诉我他的妈妈很疼他 小朋友,你们的妈妈有没有说你真是傻孩子呀?